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人呢 怎么了 走 没事 不要让他跑了 给我打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陣子 弍子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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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三爷 四爷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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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住手 是你 你来干什么 我愿意 我看你是疯了 我是疯了 你个混蛋 吵什么吵 小两口到这儿来吵架来了 吵架 住手 住手 你个混蛋 住手 三爷 红老三 要杀就杀我 你放了我妹妹 我不走 要死就一起死 闭嘴 红老三 别装听不见 放了我妹妹 要杀要割随便你 在做生意之前 我也算是个闯江湖的 所以一看 这就是一把好刀 知道好刀 需要什么来喂吗 好刀需要好血来喂 你个混蛋 我要杀了你 刚才还乍乍乎乎 怎么一剑刀你也怕呀 好了 任飞肠 我跟你还有你爹也算是有交情 这几天不见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说吧 为什么要杀我 你放了我妹妹 我就告诉你 我说能不能走 进来 听我的 回去 红老三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你不要为难一个女人 说实话 前几次我见你妹妹 我还真没好好地看过 今天一见呢 长得还真不错 我 可我说你这个女孩子打打杀杀的 哪像个女人哪 你放屁 红老三 你要是有种 你就放了他 我任飞常陪你玩到底 好 我跟你做这个交易 好 正多 放人 三爷 放人 放人 别碰我 行蓝 不要 行蓝 行蓝你听我的话回去 不要 听我的话回去 不要 你死了谁照顾天 放开我 别碰我 听我的话回去 行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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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不能丢这个脸 我求求你 方法自卑 行蓝 你丢不丢人 放了我哥 行蓝 你快走啊 我求求你 行蓝 你这是干什么 我求求你了 我放了我哥 我放了我哥 走 三爷 哥 哥 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走 哥 哥 好了任飞长 我把你妹妹已经放了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你也算是一条汉子 不会出尔反尔吧 三爷 你我都是道上的人 道上的规矩 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 出门在外 就是一个义字 如果我告诉你了 以后我还怎么混呢 你敢耍我 那你就多刮我几刀 算解了你的心头之恨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要杀也要刮随便你 你爹知道这件事情吗 这件事情跟我爹没有一点关系 好 任飞长 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今天你寻到我的门下 那就别怪我洪宝人 不客气了 你来吧 你来吧 二爹 你快去呀 我现在去是自取其辱 二爹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哥死吗 他要杀了我现在去也是无济于事 龙先生能把你放出来 是让你回来报信的 那怎么办呢 现在恐怕能救他的不是我 那还有谁啊 三爷 你好大的胆子 三爷 他杀了我好几个兄弟 可他杀过鬼子 要不是看在你爹 还有高天行的份上 我早就把你丢到黄埔江喂鱼了 谁啊 是我 天行 江小姐 里面请 江小姐 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有人行刺洪先生 那洪先生他没事吧 他没事 不过行刺他的人 是人非常 人非常 那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和我的仙人碰过头了 他非常确定是人非常 我来找你的原因 是希望你能从中说何 不要再让他们发生任何的冲突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翻脸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就是背后一定有人挑唆 而且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明白了 我去找洪先生 天行 前辈 秀兰 江小姐 我是豁出我这张老脸 来求你帮忙的 都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江小姐来找我就是为了非常事 我现在就去找洪先生 我跟你一块去 这件事就是让我颜面扫地 我是没脸去见洪先生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三爷 高天行来了 任海龙呢 没来 不过带了秦兴兰 你让他进来 你让他进来 是 你就放心吧 洪先生是个明世里的人 可这次是我们招惹人家了 高先生 怎么样 三爷有请 好 你就算了吧 今非昔比 我得为三爷的安全着想 你 西兰 你在这儿等我 一会儿我去出来 请 三爷 人到了 天行 来来来 快请进 洪先生 来来来快坐 天行啊 你不会是来做毛岁的吧 洪先生真会说笑 你做毛岁我倒是不怕 因为你呀 没有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但如果是来做蒋干 那我可就不欢迎了 那我可就不欢迎了 我既非毛岁也非蒋干 我来就想跟洪先生说点心里话 天行啊 如果你有心里话要赶紧说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脑袋不见了 那就听不到你的心里话了 洪先生真会开玩笑 在上海滩 应该还没有人 能够取洪先生姓名吧 怎么会没有呢 你应该知道 昨天晚上我就差点死在了 任海龙之子 任飞肠的手里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事 命在天自有天注定 我如果死在小鬼子之手 那也算是个英雄 这任飞肠也是杀鬼子的 他对我大开杀戒 如果我死在他的手里 我真的是不清不白了 洪先生 人在做天在看 清白的自然是清白的 是任海龙派你来的吧 算他聪明 如果他自己来的话 我不一定会给他这个面子 任前辈的面子您可以不给 但是有一个人的面子 你一定会给 是啊 就是因为你天行出面 所以啊 我不得不慎重一些 不是我和 不是你 那还有谁 是江小姐 小东北的姐姐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洪先生 您知道 非常为什么要杀你吗 我也很想知道 其实真正要杀洪先生的 不是非常 而是日本人 日本人 这任海龙跟日本人 那可是势不两立啊 洪先生您先别着急 让我慢慢跟你说 事情是这样的 来人哪 来人哪 喊什么喊 别以为不跟你用大型啊 洪爷就会饶了你 也不看看你自己 也要喝水 喝水 喝水 喝 喝水 喝水 杨夺老子宰了你 看谁先死 畜生 他们养的 这任海龙居然跟日本人 穿一条裤子 红先生 您好好想想 如果是前辈要来刺杀你 他何必让非常来呢 可我还是不明白 江小姐跟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要淌这趟浑水 因为江小姐不想让你做 让日本人渔王得利的事 我来找你的原因 是希望你能从中说何 不要再让他们发生任何的冲突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翻脸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就是背后一定有人挑唆 而且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红先生 当下的局势就是这样 你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肉中刺 眼中钉 就算他们这次没有逼人 前辈来杀你 下一次还会有别的人来 我倒是要看看谁有这个胆量 红先生 现在不是逞一时之勇的时候 稍有不沉 整个上海滩的帮会商会 都会面临大祸 苟且偷生之事 不是我能所为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啊 你的意思是 在离上海 避其锋芒 你怎么来了 非诚 天心哥 你怎么来了 人非诚 要不是看在天心的面子上 我今天断然饶不了你 那你就不要看在他的面子上 干脆杀了我 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 天心 你跟这种狼心狗肺的人 搅在一起 迟早会有吃亏的一天 老人 来 再也不放话 任何人不能入内 帮我进去 住手 哥 醒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去给你们叫黄河车吧 不用 走 我们回家 兄弟们 我要离开上海一阵子 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任何事情 都要听高先生的 他 代表的就是我 三爷 王后啊 我们有什么事商量出来 洪先生过不了多久 就会回来的 三爷 咱们过得挺滋润的 您怎么就 挺行 知道为什么叫他承托吗 承托跟了我很多年 办事稳妥 不管是把他放在任何地方 无论刮风下雨 很难撼动他 原来是这样 洪先生 您这个家业那么大 在上海有承托兄弟撑着 我呢打个下手就行啊 高先生 您别客气 对 我叫承托啊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三爷说什么 我做什么 从来不会有任何变化 三爷 我听您的 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 承托 带兄弟们下去吧 是 走了 天醒 我留给你的是个烂摊子 你既要防日本人 还得防我的大哥 你是说瑜伽根 我大哥对大发贸易也是垂涎一久 我在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 我走之后 只怕他又要动心思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写封信 让承托烧给他 他多少 还得掂量掂量 洪先生离开上海 是我把他逼走的 也许这个时间 洪先生离开上海 是最好的选择 前辈你不用自责 洪先生与日本人为敌 早就被日本人痛恨 他们住的是租界 日本人不敢把他怎么样 但是我担心 过不了多少日子 租界也会被日本人侵占的 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觉得 洪先生这个时候离开 也许是最好的 肥肠啊 我熬了点西粥 你喝点吧 来 我来 哥哥 这离姐姐给你放了 你最爱吃的核桃 丽串 哥哥不吃 给你吃吧 给他留着呢 丽串有 您喝吧 那个 咱走啊 来 来 我不吃 吃一点吧 不能不吃东西啊 麻油现在在哪里 再不吃一会就凉了 来 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是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要跟你说 现在方便吧 进去说吧 没人了 上次你不是让我帮你们查 是谁出卖你们组织的吗 我查到了 谁啊 于家根 于家根 消息准确吗 很准确 洪先生临走前跟我说的 还有 关于那个 出卖抗日义事的事 我跟你查出来了 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谁啊 于家根 真是难为胡先生吗 你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 除掉这个于家根 洪先生走了以后 上海滩就是这个于家根的天下了 这个人多活着一天 好人就多危险一天 那我还是希望 他能悬崖勒马 这样吧 我先去会会他 天行 你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组织做的事情 共产党都记得 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想好了 以后 我不再做你们的好朋友了 我要做你们的统治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们 不会不接受我吧 不不 我们当然接受您 只是 是这样的 从长计 我希望你继续留在军统那边 上演一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好戏 你依然是周始农的人 依然帮着他们杀日本人除汉奸 那我算什么 你算我们的特别党员 特别党员 也就是秘密党员 特殊时期的特殊身份 安全期间 不履行任何组织上的程序 但我会向李克农同志做汇报 以后 我就是你的直接领导 好 高天行同志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经过组织上进一步的审查和批准 你会正式加入我们的共产党 你好哪位 是邱山先生吗 忍仨 终于等到您的电话了 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吧 龙先生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听说昨天晚上 龙先生的家里很是热闹 你一出马肯定会要了他的性命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昨天晚上的事情让你失望了 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难道没有得手吗 不要紧 他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我相信忍仨 你一定可以解决他的 洪先生已经离开上海 你总不能让我追到天涯海角吧 洪老三离开上海了 该做的我已做了 该说的我也说了 如果您还不满意 那我认海龙只能奉陪到底了 二爹 我哥这两天不吃不喝的 非要见那个蛮佑 要不然把他的下落告诉他吧 不行 有些错误可以坐视不管 这个问题上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可是他现在跟丢了魂似的 怎么办呀 他自己丢的东西 让他自己去捡回来 什么 红老三跑了 这么大的世界 你一点风射都没有得到 就是失职 好 昨天晚上 确实有人要刺杀他 莫非是任海龙搭草惊蛇 把他给吓跑了 红老三一跑 任海龙身上的套子就解开了 大总 那我们下一步 这样一来 现在整根上海滩 就是他瑜伽根的了 这么说 红老三出走 也不是件坏事 话可不能这么说 瑜伽根的神望 远远不及到红老三 只是现在 事已至此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 那余地呢 宝贝 轻点儿 大爷 三爷走了 去哪儿了 香港 香港 对 香港 这以后上海滩 可就是您一个人的天下了 未必吧 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是强龙 可咱们是地头蛇呀 这日本人以后啊 什么事还得看您的脸色 就他娘你小子会说话 要不是你嘴甜 我怎么会把小白鞋的门声 当成我的心腹呢 谢大爷关照 物责以后一定安前马后 跟着我徒弟 大爷 郑陀来了 郑陀 他来干什么 哼 输到胡孙散 郑陀这时候来 一定是来投靠民主的 你去 让他在大厅里等我 是 大爷 这个老三哪 早也不跟我说一声 真不把我这个大哥 放在眼里了 大爷 三爷走得匆忙 临走前吩咐小的 务必来告知大爷一声 这个老三哪 他办事不力 巴拉巴拉 不提他了 都是自家兄弟 虽然走了 我这个做老大的 他的家事我不能不管哪 这么多兄弟们 我这老大 还要管你们饭吃呢 大爷 三爷临走前 吩咐小的把这封信 务必转交给您 这说明老三还把他大哥 放到心上了吗 那小的就不打扰您看信了 小的告辞 好 你回去告诉兄弟们 我过几天去看望他们 好 你娘的 他竟敢耍起老子来了 大爷 这信上说的是 说啊 不让我碰他的家事 说他在香港遥控这里 说什么 我不要跟日本人走得太近 说我卖国求荣 娘的他竟敢救去老子来了 大爷 大爷 您息怒 三爷既然人不在上海 那就是鞭长莫及 正所谓原水不解尽渴 干脆咱们硬收了他的地盘 这个老三是比较滑的 是个笑面虎 杀人不眨眼的人哪 他一天不死 如果我们就很难对付啊 大爷 您是担心他还能回来吧 就是他想回来 日本人能答应吗 他既然走了 他一定把家事都安排好了 他的家事啊 我还真的不想管 我害怕这小子 让老子吃了他的暗子儿 你看 这杂起杂把的开销 越来越不像话了 这店啊 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哪 江潘 我看哪 把这个照相馆关了算了 不行 这是我们的隐身之所 我们工作起来不方便 早上呢房东又来过了 说一周之内交不出租金 就真的要轰人了 那也确实 咱们都欠他三个月的房租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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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别说了 我来想办法 爸 你先上去 好 天行 继续聊咱们刚才的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这两天我一直盯着余甲根 可奇怪的是 他没有任何动静 那不对啊 我得到的情报是 他这两天跟日本人接触得非常频繁 那个邱山和夫 估计也盯上他了 难道 我先告辞了 天行 等一下 好 这 这是我哥生前订的一件衣服 今天裁缝才送过来 我看你身材跟他差不多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不会的 挺好的 对了 这还有一条围巾 是我今天路过商场的时候看到的 我觉得很适合秦小姐 你帮我送给他 好 那我替他谢谢江小姐了 以后别再叫我江小姐了 咱们都是朋友 不用那么生分 叫我江判就好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其实啊 我早就想拜见大左阁下了 雨桑客气了 我对雨桑仰慕已久 惭愧啊 惭愧啊 我听腾田君说 您联合上海的各行各业 与我们日本人共同繁荣 所以今天特来答谢 来 好 江珠 雨桑您真是好兴致啊 明镜都说 文人玩合同 五人玩铁球 富人 揣葫芦 闲人去溜狗 我是玩不好 瞎玩 玩呗 在你们清朝末年的时候 手上能够有一对上好的河童 是很体面的 明朝的天启皇帝 清朝的千轮皇帝 可都是出了名的 玩河童的高手 是 那个天启皇帝朱游孝 他不仅把玩河童不离手 而且还亲自操刀 雕刻河童 老百姓都骂他玩河童遗忘国事 那我今天送这个给余桑 是不是送错礼物了 大佐先生 你以为我余某是玩物丧志之人吗 余桑此话严重了 您看看 这些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非常感谢 一点见面礼 合作愉快的话 您的武器可以偿换偿心 大佐先生 你以后在上海滩哪 遇到什么事跟余某说一声 我是万死不辞啊 我弟兄磕头三人 老三哪 早已去了香港了 这老二小白鞋也已经挂了 偿大的上海滩哪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知道余桑你非常善打 上海的问题啊 就是弱肉强食啊 善打的人好枪 好枪的人洗拳 如果你不打 就会饿死的 余桑这句话说得十分在理 今天这些薄礼 望余桑笑纳 秋山先生 你我是有缘之人 既然是有缘之人 你这礼物我就收下了 但是 我也得给大佐先生回点礼吧 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的 余桑果然爽快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请讲 之前您帮助我们 拔掉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毒牙 现在威胁最大的是重庆政府 我们想请您搞一次斩首行动 在谁 周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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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前进 天行 高大哥来了 昨晚我还梦见你的 早上我跟阿美说啊 天行今天肯定会过来 怎么样 我这个梦灵验吧 对啊 您这场梦啊 真是灵验得很 你啊最近几天没来了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的 整天啊 不是看文件 就是看电报 又不能随便出去 真是郁门坏了 来 快坐 有些事 阿美 你先去忙吧 啊 说吧 说吧 中国喉咙 江秋生的事 天行 那件事情 我们是做得不太低等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我都是军人 有些事情 是不依我们的意愿 这件事对我 触动真的很大 但现在事已经发生了 说什么也没有意义 我的意思是 对他的家人 补偿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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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